尊敬的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48院 第21院 会过得僧院 我们先将经句读诵一遍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细念我国 发菩提心 坚固不退 执重得本 自心回向 欲生极乐 无不遂者 这一段 在整个愿文里呈现起后 讲迹141页 老老上开解道了 可以看到 看作是第十二愿到二十愿的总结 特别增强我们的信愿 净土法门是三之两 信愿行 这要增强我们的信愿 释放众生 自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文我名号是信结 信念我国是愿行 那师长在后面开解道了 在143页 有分析了 一般大众 属于中根的多 上根立志 他文法就大彻大悟了 下根人 他不想理解 佛说的 他都相信 绝对没有怀疑 这是下根 上至跟下雨好度 所以呢 我们上一次143页 第一段 第二行 佛讲千经万论 都是为中根人说的 这就说明读诵大臣非常重要 你才真正体会到名号的功德 唯有理事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使心塌地 发愿念佛 这才是 信念我国 信念我国是愿意去 持名了 但是前面呢 听闻佛法之后啊 尤其对这一句名号功德 要深入理解 你会使心塌地 增分夺秒去念佛 我们现在 没把念佛摆第一啊 就是这个解的不够深啊 所以不是我们口上说 我相信啊 我很想往生啊 这是自己的感觉 很想往生 那会归心事件啊 每天还操心这么多人事物 然后自己觉得我很想往生 所以修行要自己检查哦 自我堪厌哦 自我堪厌就不能自欺哦 说佛有一爱之不清 灵终被此爱所牵难 所以我们发愿了 对这个世间人事物的流恋 挂爱都要慢慢放弹了 这都要靠自己啊 去下功夫了 知道念佛功德殊胜 能灭重罪 那还会打望想 赶快灭罪啊 三十系念有一句教诲很重要啊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手 须于是很短的时间啊 一不念佛了 背了念佛之心 刹那就结 轮回夜的地方啊 我们想一想 我们一不念佛啊 会想什么 一定想世间的人事物嘛 那是不是六道轮回 你说我这担心这个人呢 我为他设想啊 那善心 但是还是出不了儒回啊 你有牵挂吗 我们看 老上讲经有提过啊 岳飞啊 金装报国啊 那种爱国精神啊 我们对他都是肃然起庆啊 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是他对国家的情意啊 放不下 那轮回 就出不去了 所以佛法难闻啊 我相信 这个岳飞假如 闻佛法 搞清楚搞明白了 他说我去了 做阿维一世菩萨 那更好能复持国家民主了 总在欲缘不同啊 好 所以这一段呢 真的要经教搞明白了 有信 有愿的 这个行呢 就很自然了 那 这个 相信 这个世间呢 世间无常啊 国土为翠啊 三界无安 欲界色界无色界 没有安稳的啊 犹如火宅啊 你升得再高啊 越高啊 掉下来越重啊 重苦 坚迫啊 这个我们相信吗 我们看清楚了吗 你看这 最近啊 很动荡啊 影响世界啊 都不清楚啊 会不会有人一激动啊 这个核子弹一按 你不知道后面掌权的人是谁啊 拥有这些武器的人是谁啊 那诸位忍者 陈德讲到这里啊 你们会不会开始担忧啊 我不是讲话来吓大家的 不然我就有罪过了 我们去感觉感觉无常啊 可不能觉得明天都会跟今天一样啊 瞬息万变啊 所以真正看清世间的无常啊 那就懂得啊 要在这个世间呢 出轮回去了 真正吃爱了 这个吃爱里面有智慧了 你不出去解决不了问题啊 依然在无常里面转啊 这个磨里面呢 有一个磨叫死磨啊 你看无常一来我们去投胎了 这一生修得又退回去了 所以不能死了 死了就不得了了 就迷迷糊糊糊去了 修行人要有志气啊 最后生了 不再去投胎了 佛门讲所作以伴 不受后有啊 不受后有就是 不再去投胎了 那所作以伴呢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办好了 叫所作以伴呢 随时可以去啦 那最稳当的是什么 那功夫早点成片了 忘念进不来了 佛号慢慢慢慢慢慢可以连成一片了 天下无难事啊 只怕有心人啊 这个又不求人 求人难 登天难 求自己啊 追踪了是有没有决心 有没有毅力呢 人有志心求道啊 精进不止 会当刻骨 何愿不得 这都是无量寿经 教我们的 那佛看到未来世了 你看佛那个时代 哪有核子武器啊 但是佛说了 假使大火满三千了 你看那个场景 大火满三千 那么严重啊 纵使遇到这样的情况 都不用怕 成佛威德 西能超 所以佛是安稳光啊 我们念这个佛啊 会感觉到身心安稳 重大的 这个核子战争呢 我们信心也不动摇 这是佛给我们宣讲的 不担心 当然更积极的 以念佛的功德 化解 世间的业力 不能 看到这个世界乱了 自己袖手旁观 没关系 反正 假使大火满三千 我也不怕了 那这个心呢 都没有想到众生了 敬意 不为 无永也 所以我们每一天 都要为这个世间回向 老婆上说的 我是地球人 这个也是在教育我们 眼前的众生你都不 爱护 你说众生无边事远度 要不是骗人 见义勇为 是往生的条件之一 这不是我说的 印光祖师有讲 念佛之人 必须 祖师这些话 这个字 词 不能忽略 必须 就是不能含糊 一定要这么做 世事 常存 忠树 忠树之道 言以律己 宽以在人 忠树之道的人 绝对不强势 我们还很强势 那我们的心境 还跟忠树之道 不够相应 祖师这些话 都是 指导我们 当生成就的教诲 他的字眼里面 都没有含糊 必须 事事 你在做事当中 要存忠树之道 常存忠树 心心 提防 过千 警觉性要很高 我的念头 有没有错了 不能发了脾气了 哎呀 我怎么又发了 不能一直应寻自己啊 心心提防 过千了 吃过必改 不能应寻苟且 建议必为 建议要勇为啊 因为这个义啊 仁义理智性叫五常啊 跟我们的良心 跟我们的真心相应啊 所以 忠树 心心提防 过千 知过必改 建议必为 知过必改 才有羞耻心啊 这个跟 五常八德 五常八德 都是我们真心 流露的德行啊 所以 能这样呢 方与 佛同 跟佛心 相应 相同 一念相应 一念佛啊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你说不见义勇为的人 他也良心不安啊 是吧 该做的没有做 心里毛毛的啦 该做的做了 岂能 尽如人意啊 但求 无愧我心啊 心很安 其实我们 所做啊 跟 良心 相 违背的时候啊 我们心就会不安 这是人 本有的 信德 所以 这样方与佛同 若不如是 我们处世代人 没有这样 去做 则与佛相反 那佛心相反 绝难 感通啊 很难跟佛感通啊 而且不以这样 来处世代人啊 那我们每天 会造罪业啊 所以我们 我们念佛的人是 随缘 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啊 我们不用真心 真心主事代人 接物 肯定会伤到别人了 就会再造信仰啊 好 一生专攻金刚经 但是呢 他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以他有很多开示 对我们 这个 修净土的人 很有指导 这一个 方向 教我们怎么 发心 怎么用功 甚至增长我们的信心 我们复习一下 可能大家 还会有印象 而且跟我们 现在讲的这一愿呢 鬼过得生愿 也很相应啊 慈明念佛 暗和道庙 暗和道庙是巧入无声啊 暗和道庙啊 所以老实念佛啊 就入了 金刚经的 无助身心的境界 也是 也是法相中 用功的原则 转世 层次 就在念佛当中啊 就在转世层次了 你看我们平常 妄念 相续啊 这是事啊 这些妄念当中 得失啊 担忧恐惧啊 心都不安啊 是非人我啦 这个都是事啊 可是你念佛的时候 万元放下 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句 这个就是用第一念了 第一念就是字啊 你忘念没有进来啊 你看念佛当下就是在转世层次了 就是在 落实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我们念佛的时候 一个忘念都没有啊 因无所住了 你看我们起一个对立的心了 起一个称慧的心了 你看念头就陷在那里面去了 住在烦恼上了 你看 任何忘念都进不来了 因无所住了 可是佛号一生皆一生 叫而生其心 所以将军是说 持明念佛 暗何造命 巧入无声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实相 跟实相念佛没有差别 事故啊 能消重罪 能消重业 能灭重罪 这个患得何名 消业的力量 很大 待会儿牢上会有开解 好 为什么悔过可以得生 这个一回过 念这个佛号 那个 力量 消业的力量非常强 观无量寿经 讲 念一生阿弥陀佛 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好 那将军是 在 金刚经 讲义 开解到了 这是开解 佛有说 我皆令路 无于涅槃 而灭肚之 就是佛 希望众生 都能成佛 那 江居士有说 念佛人 要发 大心 修行 所重发 菩提心 佛提心是修行的主帅 也是我们往生的条件 往生八个字 发 菩提心 一向 专念 八大心 补愿 法 借众生 这个心有没有发出来 我们要问自己 假如没有发出来 那无量寿经读的 也不相应 无量寿经说的 为度有情 令得度 以度之则 使成佛 这些句子 有没有入我们的心 一切皆成佛 这句话有 念入心 跟阿弥陀佛同愿 我们一起研究 四十八愿的目的是什么 跟阿弥陀佛同心 同愿 同德 同行 这是我们 深入四十八愿的目标 我们不能深入四十八愿 我本来该 该怎么发脾气 还怎么发脾气 该怎么自私 还怎么自私 那不行 老儿上为什么 早课让我们念四十八愿 晚课为什么念 三十二到三十七平 我们当学生要 善学善思维 我们不能 没办法 老儿上让念就念吧 你没有去领会 念的时候 没办法念吧 大家想一想 没办法念吧 会念出什么效果来 念出应付的效果来 老儿上说的 我们心太狠了 早上骗佛不赛一次 晚上又骗佛不赛一次 骗了我们都很不愿意 怎么还愿意去骗佛不赛呢 所以都要用真心 四十八愿用真心去念 念着念着 随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脱笔一阵 嫌我自心 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他极乐世界一阵庄严 都是他的心线 他的一阵 我们一读他的四十八愿 把我们 本有的四十八愿 本有的真心 掉出来了 我们没有 阿弥陀佛也掉不出来 嫌我自心 不知道大家读无量寿经的时候 有没有读啊读啊 眼泪流出来了 念到哪一句的时候 都没有流过 没关系继续续练 一定会流 往往读到那一句 众使身子诸苦中啊 如是怨心永不退啊 我们为什么会流泪啊 感受到佛无尽的慈悲啊 我们流泪代表共鸣啊 你心狠狠啊 也共鸣不了啊 这个无量寿经要入行啊 甚至于念 回向文 皆要从真实心中做啊 敬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我们每天都要念啊 我们每天念 念的是有口无心啊 还是 趁性念出来的 真的是真心念出来了 不会有看不顺眼的人啊 还有看不顺眼的人 这一句还不够相应 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啊 在每个当下要关照 自己有没有用真心 读经会应付应付的 对人也会应付应付的 做事也会应付应付的 何处是道长啊 处处是道长 无时不刻啊 都要用真心啊 鲁家讲到 道也者 不可虚与离也 可离非道也 华言经更提醒我们 忘思菩提心 菩提心是真心啊 忘思修诸善法 是没有磨叶啊 所以我们菩提心要保持啊 维摩节经说的 执行是道长 执行就是真诚 真心 他下一句有味道了 无需甲骨 你不能用虚伪的心 应付的心啊 所以我们在一切静缘当中 发觉自己有点不耐烦了 赶快念阿弥陀佛 我们亦不耐烦了 好好好 应付的这种言语行为就出来了 好 然后情绪就上来了 然后功德就烧掉了 这个功德不容易积累啊 我们得冷静啊 不要藏上一把火自己烧掉了 最重要的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要念佛啊 我们平常不在佛号当中啊 你遇到境界很难有很高的绝躁 你绝躁力很强的时候 稍有情绪你察觉了 你就赶紧念佛把他扶掉了 平常心都是散乱的 突然又遇到 冤青在主了 好的 应该 愚租众生 示弱自己 连这个冤青在主的念头都不要了 这个平常 所以平时如战时啊 养兵千日 用在一世 所以 佛号啊 不能离心 不能离口 所以若要佛不离口啊 先须诸不离手啊 我们看祖师大的都给我们表演 那个佛租都没有离开了 你看黄念老 哇 在回答美国同修的问题 那个佛珠还一直在暗 我点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不然你说 这个法师手伤 当然我也念得不好 我是怕大家起心动念 当然这个心不能是炫耀 所以修行人不能自欺 这个 这个 这个心念 关照不到了 自己被自己骗了 被自己卖了 都不知道了 好 所以 有没有 这个经文说 执行我们是道场 无需假固 这一句话就是 善导大师教导的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我们一面对人 真诚 恭敬 柔软 慈悲 对自己呢 亲近 不要染污心 不要有有求的心 去带人 因无所住 行于布施 你去布施去帮助别人 不要求人赞叹 求人肯定 不要求人回报 三轮提空 做了都没放在心上 为什么我们对 比较近的亲人 容易起情绪 我们有没有思维过这些问题 我做了那么多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有做了 我跟你讲了很多次了 你咋不听 有做了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跟境界没有关系 我们会起情绪 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们自己心动 所以佛法是内学 要往内 往外 就把责任推给别人 把责任推给别人 会变成一种习惯 我跟同学们在交流 比方说他谈到了 跟自己父亲 起了情绪了 父亲听完他讲的话 起情绪了 他劝他爸爸 他爸爸起情绪了 爸爸推他一下 这个叙述的过程 谁错了 爸爸错了 我们常常在叙述一些事的时候 都是习惯 叙述出来就让人觉得别人错了 境界错了 不是我错了 我说你能讲话 讲到你爸爸 气成这样 你还没有错啊 我们这种 思维的习惯 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 要认识自己的状态 不简单不简单啊 有时候当局者迷啊 旁观者清啊 我们假如没有 地址规缩的 闻过心的态度啊 那旁观者也帮不了我们了 人家一提醒我们就不欢喜了 那 别人也不敢提醒了 所以修行啊 我们要能关照到自己的心念 自己思维的惯性 我们效法 大顺 你看他 做得那么好了 其实我们 还有很多不足啊 做错的地方 人家顺王做得这么好了 家里的人 不对 他没有指责 他负罪 都是我的错 是我做得还不够好 我们要效法 我们要效法 顺王的心境啊 顺王的心境 跟普贤行相应啊 他忏悔业障啊 你看 没有去指责家里的人错 我的错 这样才能跟性格相应啊 我们修行为了什么 恢复性德啊 我们不能用跟性德相违背的念头 来处事啊 在修行的人 尤其念佛人 越修越简单 简单到只有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意思就是 简单到 你不去分别 不去执着人事 好事阿弥陀佛 坏事阿弥陀佛 都在这里面念 平等恭敬 不去分别执着 越修 越惭愧 你越修 越在那里论对错 那不对的 越惭愧 好事与别人 坏事向自己 这个世间的圣责人 都是这么教我们的 更何况我们是求出事 当身成佛的法门 曾广贤文说的 贤人真罪 愚人真理 愚昧了 随顺情绪了 在那里 跟家里的人真对错 非得 今天非得给我搞个 谁对谁做出来 但是有德的人 贤者真罪 哎呀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所以我们遇到事 越能看到自己的问题 越能把罪过揽过来 这个是一个修学的状态 越修越谦虚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 实是凡夫 这是善财同志的精神 善财是当身成就的榜样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 今天这个人出现了 我们被他的言语行为 影响到要起情绪的时候 我们能够 他是菩萨 我是学生 他来提醒我什么 我心里面还有这些烦恼 还有诚慧心 一向内了 感谢他提醒我要修 这些重点 没有他出现 我没发现 所有的人都是来成就我的 那就越学越谦虚了 越学越感恩了 感恩每个人对自己的成就了 会修的人 顺境逆境 善缘恶缘 他用对心了 他就往上提升 境界障碍不了我们 老阿上说 顺逆皆家境 恶善贤良缘 人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江居士说的 念佛人要发大心 普愿法界众生 同身极乐 这一念心就同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用这样的愿心 以此正念 明熏法界 我们用这一句正念 这一句万德鸿鸣 供养 回向法界众生 明熏法界 广度含灵 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回向虚空法界 跟虚空法界结缘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 就是要广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而且他 发的愿就是超胜一切诸佛 那因为他的国土 比任何佛国度都殊胜 所以所有的诸佛 都帮他招生 因为所有的诸佛 他们是老师 老师的心愿是什么 学生赶快成佛 是吧 诸佛如来不惠 在我这里就好了 不要去那里了 那就有我像 像众生像 受者像 极非菩萨 还有我的 那就有我所了 一心就是成就学生了 那我们现在 用 这个正念 明虚法界 那跟阿弥陀佛一样 就是要广度虚空法界众生 其实啊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这样的心 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到极乐世界去配合 阿弥陀佛一起度尽 虚空法界众生 当然不是去了才配合 现在就要配合 老婆上说的 多带一些人 往生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也是指导我们 如是妙法性听闻 阴藏念佛和深喜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当下就要把这个法门 善巧的 尽力的 介绍给有缘的 亲戚朋友 甚至是有缘的人 哪怕你 跟他只有一面之缘 说不定过去生很有缘 这一生 你对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生大欢喜 虽然跟你一面之缘 可能他就开始念佛 所以以此正念 明勋法界 广度寒誓 若人荣慧德 这点道理 融会领会的这个道理 还有不加紧念佛的 你真的 发愿要补度一切众生 你不会蹉跎 不然就变空愿 要加紧念佛 希望他们 化解灾难 早日 往生极的世界 还怕念佛不得力吗 你悲心 深切 那现在念佛对众生帮助最大 赶快念 应光祖师 大师之菩萨再来 这一生就出来主持一次 故国习灾法会 在上海 老话上说 现在业那么重 最好的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 来消这个 世间的 这个业力 而且要吃素 因为战争很多 我们要从阴上去化解 这个症状跟根本 双管齐下 预至世上刀兵节 但听徒门夜半生 所以 这个 吃素放生 带动 亲戚朋友 也能够吃素放生 所以我们 遇到现在地球上 战争平传 有时候看到 你看那么小的孩子 就受到那么大的苦难 真的很不忍心 我们多念佛回向 我们有机缘 可以捐物资 给他们的 我们随份随力去做 菩萨为因 众生为物 我们 了解到 战争的因 我们也要从因上去化解 好 那师长 这里 给我们提到 我们能真正 把这个法门 把佛号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死心塌地 发愿念佛 才是 细念我国 那现代人讲的 这143页 第一段 现在人讲的 知识分子 如果不把真相 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很难相信 很难接受 因为现在受 科学影响 他不深入 他会有疑 你拿证据来 老和尚的现身说法 我自己本人 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算是很幸运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我搞了三十多年 才搞清楚 真不容易 还有许多人 搞一生 都没有把事实 搞清楚 换句话说 对念佛 半信半疑 这一生就很可惜 不知道 诸位忍者 念完这一段了 我们内心起了什么念头啊 那我也得搞三十多年 老和尚说他搞三十多年吗 我有遇过 有同修说的 你看老和尚 你看他研究那么多经教 研究了几十年 最后倒归净土了 那老和尚研究过那些经教 我也要来研究 太拙向了 你拙向了 看不懂老和尚在点化我们什么 老和尚在捏点讲座 这个要把处处给大家说一下 里面提到 什么叫失诚 老师走过的弯路 不让学生再走 这叫失诚 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道理 父母跟老师最希望我们 赶快成就完 所以老和尚在讲这些话 就是让我们那个弯路 不要再绕一圈了 好 而且这个 我们也很幸运 黄念族老居士 读解 读解 会几本 你看每一句 都印了 经论 八十三种 国经 一百一十种 主识的论 把每一句经文开解得很深入 你真的把这个 注解好好学习了 真的是一精通 一切精通 那我们真的是真性切怨 因为理明了 信就生 信生怨就切 怨切 念佛就专了 行专 一向专念 那你很专 专注念阿弥陀佛了 不夹杂了 功就存了 念佛的功夫越来越純熟了 业就静了 业障慢慢消了 功存业 业静 妄消 真就显了 自己的真心慢慢就 一身佛号 一身心 深深唤醒自己 那发菩提心 坚固不退 这个都是十四八院的经文 一心一意求生净土 除求生净土之外 决定没有第二念 这才是坚固不退 你有第二念 那铁定 牵挂留恋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 敦伦净分 我们还在世间 我们净本分 但是啊 不能陷在因缘里面 极相 敌相 这是般若 大家不要一想到般若 头有点发懵了 般若很重要 无量寿经说的 观法如画 这个就是般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我们就不容易去取向 去执着相 五度 五度如莽 波若为导 五度 不失 慈戒 忍入 精净 禅定 的五度 其实这五度就包含一切 的善事 可是鲁莽 为什么叫鲁莽 你做这五度 你没有理想 那你所做的 哪怕是善 是什么 轮回的善业 你有我在做 我在布施 我布施给谁了 那下辈子 他来布施你 福报给你 心里还留着 我帮谁很多 下辈子他当你儿子 孝顺你 所以五度如莽 因为会牵你去 你不用般若 你所做一切 就翻转成轮回善业 轮回的福报 所以大臣法应是什么 诸恶莫作 众圣奉行 致敬其义 这个致敬其义是关键 你心地清静 就是不着相了吗 这个才是 菠萝为导 你菩萨不着相布施 你不着相布施 你清静了 三轮体功了 这样的布施 福德不可思量 你用清静心 你用无助的心 就是真心在布施 真心没有边际 所以金刚 这个了凡师兄为什么说 无上布施 不施斗树 一斗的树民 不多 无骨 不多 斗树可以 种无牙之福 一文钱 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 因为他真心 不住相 不住相 他的心就没有边际 这金刚经是22年 波罗的精华 这几句经文 很重要 度众生 不能着度众生的相 这样都是轮回善业 我刚学佛的时候 刚接触佛法 去参加佛教团体的活动 坐在火车上 当时刚接触 金刚经也没读过 结果听一些长辈在交谈 谁谁谁是我度的 谁谁谁是我度的 我在那里听 觉得怪怪的 也不知道怪在哪里 后来读金刚经说 我经 这个 有点 我皆令入无鱼涅槃而灭度之 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我刚刚一紧张就有点想不起来 不紧张就能想 一紧张就是忘心 会的也背不出来 佛都说他没有度众生的 我们都说谁谁谁我度的 菩萨若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 极非菩萨 谁谁谁我度的 不就我像人像都四相具足了吗 所以要离相 离四相 这是菩萨 那这个不容易 我们念佛法门多善巧 你看 十八月里面说的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过 我们尽的任何本分 我们都不求福报 我们求往生极乐世界 那全部都变成枝粮 往生的枝粮 所以我们在五轮的因缘当中 不能陷在里面 头脑要冷静 这是因缘所生 不能产生情指 不能产生控制占有 随缘妙用 今天有这个 父子缘 在这个缘当中提升自己 顾念孩子 随缘妙用 自受用 跟他受用 这叫会修行 所以这才是坚固不退 都是求生净土 所做一切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回向里面 还带一切众生回向 就像静修节要 第三十二拜 一心待味 生生世世 即现在身中 父母师长 六清眷属 很有情意吧 无情不能修道 要有情意 六清眷属 冤清等中 我们在念这一段的时候 随文入冠 马上你那个最讨厌的人 要转成你要度的人 不然你念这句话都不相应 我们就不说念佛法门 人家世间 人家世间 伊斯兰教 圣训 这四句话挺有味道 人家这世间善了 还不是去成佛 人家都能做到这样 在憎恨于喜悦的日子 说公道话 你讨厌一个人 你讲话公不公道 你喜欢一个人 你讲话公不公道 讨厌的 都给人家讲得很坏 喜欢的 就袒护他 接济于我断交的人 救济谁 跟我断交的人 照顾于我绝情的人 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 老和尚还特别莫保 写给谁看 提醒我们 也要照这样去做人 所以佛门 说 冤清平等 这个教会有味道 谁排前面 冤排前面 这叫真干 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 毁谤侮辱他最严重的 在念佛堂 不是 在这个摄影棚 给他立排位 讲完经给他回向 老和尚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而且是真名理 这个人对我们 很不好 很凶 是消掉我们过去生的 三恶道的业 没有他来骂我 我还得到三恶道去报道 你说这个恩德大不大 我们不能忘恩负义 反倒你搞清楚了 这都是恩 这金刚经教的 今天可能 有六祖大师的加持 今天我们交流 金刚经交流的比较多 善男子善女人 受辞读诵此经 若为人轻贱 遇到人轻慢你 作件 侮辱你 为什么他不找别人找我 先是罪业 因剁恶道 已经是人轻见故 先是罪业 极为消灭 那怎么可以不感恩他们帮我们 消三恶道的业 当得阿勒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他们是帮我们去成佛的 搞清楚搞明白了 都是来成就自己的 所以人人是好人 这些大臣的义礼 搞清楚了 心就要安在真相上了 接下来执重德本 德本是什么 就是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是万德之本 这个佛号是智性的名号 叫万德鸿鸣 那这个重 直 是比喻 就是前面所讲的 昼夜不断 你一生接着一生 这个比喻 你种植植物 你种越久 它的根就越深越广 我们也遇过同修说的 哎呀我善根不足 善根不足要赶快种啊 不足不怕 就怕不肯种啊 种子啊 念佛啊 没善根 可以变多善根 没福报啊 我们是动了佛门的特奖啊 你穷光蛋都可以变大佛 不要担心啊 就怕你不老实念佛而已啊 侯异大师说的 今天侯异大师 加持我们 以慈名故 善根福德同佛啊 这是侯异大师的教诲啊 你只要老实念这句佛号了 你的善根福德顿同诸佛 这句佛号是 这个 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啊 我们是从果起修嘛 一般法门是修因得果 这个法门是从果起修了 集修集果啊 老实词明了 全色佛德成智德啊 就变成自己的功德了 脱笔异正行我自兴了嘛 所以这个是成佛最快的法门 所以跟前都不怕 我们肯重就好了 肯念佛 所以一心念我 咒业不断的就是执重得本 那自兴回向 这个是真心 真诚之心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都回向 代表我们都是 一心求生净土 真诚就是 一念不生 一个妄念都不生 一个留恋世间的心都不要生 这个才是真诚对阿弥陀佛 就好像说 你给 爸爸妈妈说了 我现在 马上回去 结果挂了电话呢 你又想摸这个摸那个 自己心里也觉得 刚刚答应爸爸 赶快回去了 好像怪怪的 所以老阿尚常跟我们说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所以每一天点香 这个香也有信诺 这个飘到阿弥陀佛那边 我跟他老人家约好了 好 所以欲生极乐 无不遂者 无不遂 这个遂就是 沉了 没有不沉了 没有一个不满怨 一百个人修 一百个人往生 一千个人修 一千个人往生 万修万人去 阿弥陀佛发愿 就是度众生 哪有修了 他不接了 不可能 子若亦母 如母亦死 母子立身 不相为缘 好 接着老上说了 要用这样的心态 来修行 才是万修万人去 什么心态 就是刚刚这一段经文 吻我名号 细念我 八菩提心 坚固不退 执重得本 自心回向 欲生极乐 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用这样的心境 万修万人去 如果不是用这样的心态念佛 那跟阿弥陀佛的愿不相应 就不能去 你可不能怪佛 佛在经上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不能把他的意识曲解了 不能相信自己 我觉得我可以了 我觉得我真性缺怨了 要对照对照经文 因此 大家在一起共修 一定要明了 我看 这一段话可能 老阿上谈到这里 有感而发 可能道场出现一些情况 老阿上随缘妙用 请问大家 家里出现状况了 好事还是坏事 团体出现状况 好事坏事 你用真心 用对心就是好事 大家从这一件事都得到教训了 经一世都长一世了 你用错心了 大家责怪来责怪去来 就是坏事了 就是坏事了 共修 我们要明了 我们要成就自己 要成就大众 这就是无量功德 我们刚刚讲到 见义必为 义是什么 应该做的 成就自己 是不是应该做的 你要对得起自己啊 我们对不起自己 还能对得起谁 不能糟蹋自己 所以成德 父亲 每一次成德犯错了 父亲说 你要自爱 这句话 我印象最深了 所以义者已也 事宜的 应该的 怎样做才是 对自己是正确的 怎样做才是真正 自己应该尽得道义 就是成就自己 成就别人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到一个团体来了 我不是来索许的 这个团体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什么 那这个不是义的心 我跟这个团体有缘 这个团体需要什么 我来承担 好像俗话说的 不要问国家 可以给我什么 应该是要 我能为国家做什么 要先尽道义 不能先要利益 那 决定了 不可以存一个念头 去破坏自己 又破坏别人 我们有时候 你不绝躁 就在破坏自己 比方 很沮丧的时候 很没有信心的时候 有没有在破坏自己 你很没信心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 好像 一直往下掉 不知道底在哪 修行人 这种 敏锐度要提升 起了这个念头 已经让自己再往下跺了 不能继续想 观自在 观自己自信在不在 怀疑是 对身心的伤害是最大的 从现象上 是怀疑是山崩地线 那怀疑自己 哇就 陷到无底洞去了 信为道元功德母 要提起信心来 何其自信 本自俱主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信为道元功德母 听这句很欢喜 那请问大家 不信的时候 怀疑的时候 那个烦恼像泉水一样 一个 一直咬出来 把你 呼天盖地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贪嗔吃慢 以起来 赶紧阿弥陀佛 不能让他破坏自己 伤害自己的法身毁命 然后不能破坏别人 我相信在道场里面 没有人说我来破坏别人 不会的 来了 有相应的地方 都有发愿的 可是出发心要保持 不然遇到一些人事静缘 人我是非的心都止不住了 所以在道场里面 要真人利益人 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我们会任性而为 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是成年才学佛的 我们做人做事的习惯 在境界当中 是还没学佛以前的习惯比较强 还是学佛以后 依教奉行比较强 这个大家自己要检查检查 我们看看我们讲话 有没有不兴事宜要再争论 有没有一言一行 随顺 数而不做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会 不随顺自己 所以我们在道场服务他人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信念 我心中有佛法去处理事情 不然我们的惯性 不然我们那个惯性很强 本来的习惯 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不只自己的思维要符合经典 做法要符合经营团体的这些原理原则 互念自己不容易 互念群体更难 是吧 你互念自己相对单纯 就你自己 还有别人 所以老和尚在马来西亚有讲 户法都要学群书之药 我加个360 一加群书之药50万元 我都有点懵了 不要多 360 不是分量不大 但是毕竟精华有挑出来了 不是我们发心了就能把事做好 你发了心了 你在做事的时候 你不遵循这些论语 教导怎么办政治 处理众人之事叫正 不是说你当国家干部人 你才是从政 管理众人之事就是办政治 人不学也不知道 在做当过父母的人 你结婚的时候 你就知道怎么当父母 那还是要学的 那夫妻怎么相处 你都没学全会 会做媳妇 两边满 不会做媳妇 两边传 这个没有提醒 你都没警觉到 两边 哪两边 娘家跟婆家 有不高兴的话 你两边要满 传的都是什么 互相赞叹的可以传 那有情绪的不高兴的 两边要满 两边一船就打起来 人情势理 我们现在当护法的人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会伤天害理的 这不是我讲的 这个词 李炳南老师讲的 他开了一个内典培训班 班归八条 班训八条 其中一条 动明人情事故 那人情事故 首先我们要学哪一本 哪一本经 常理主要 学常理主要 能达到什么 不让人讨厌 还谈不上 人家喜欢你 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好了 举几个经句 绝交不出恶言 大家想一想 在道场里面重不重要 你看谁离开了 在那里批评 在那里骂 你整个团体是什么氛围 那个氛围影响每个人 那个氛围都是感恩别人 大家挣扎善根 谁离开了 他在这里两年 他在这里五年 我们感谢他的付出 记人家的好 人家的不好 甚至什么 人家这些 是不是有我做得不够的地方 一个义工要离开了 我们要反思 有没有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 我改正了 希望他再回来 我们不忍心 这个伙伴 同仁 因为自己或者团体 做得不妥而离开 因为我们是道场 道场是增加大家 修道的信心才叫道场 假如道场 大家一接触了之后 都没信心了 那怎么叫道场 这也是李老说的 有妙无道 不能兴教 首先要有什么道 首先 道德最基础的就是李 道德仁义李 李是最低标准 我们现在虽然学大乘佛法 可是我们连最低的李 我们都不懂 不懂就得学 所以 后面老和尚讲 道场发生的事 就是不懂李 你到了净土的道场 你在劝人家念咒 你不是在乱人家的道吗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不懂人情事理 所以老和尚 去圣医法师的道场 那是禅宗道场 老和尚就赞叹禅宗 这是懂规矩 懂分寸 懂得身占身 我们现在我职太重了 我学什么的 你们也来学吧 你到人家的家里 到人家的道场 你要尊重主人 尊重道场 离者敬而宜矩 离就是恭敬 恭敬人 恭敬因缘 不是那么随自己的性质 所以绝交不出恶言 不能随着自己的脾气讲话 家丑不可外扬 这个家 不只是自己的道场 是家 老和尚 他的整个组织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是吧 这个禁宗学会 骂那个禁宗学会 那人家佛门怎么看 人家没学佛的人怎么看 人家觉得说 我们没学狗 都不会像你们这么做 那我看这个佛别学了吧 学佛是学智慧的 你看常理局要这几句话 我们都不一定在境界当中 能依照奉行 那只要犯了这些 那团体就有事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句子里面 很多都跟讲话有关 所以孔门四哥 言语排第二 无量寿经的生口意 也把口掉前面去 一般是生口意 无量寿经是口生意 有没有用意 很有用意 我们自己要去观照 我们的亲近心 什么时候容易失掉 一讲话 自己没有观照到心念 尤其无量寿经说 善悟口业 不积以他过 我们只要习惯批评别人 当下这个心就 不清静了 修行人的目标 让心越来越清静 心静 佛祖静 我们这个频道 才能接上去 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要放心上 更不要常常在那里讲 过去了 经一次长一次 就好了 当然也不能糊里糊涂的 你糊里糊涂的 你可能之后还会 遇到同样的情况 学佛是学觉悟 在一切境界 经过的事里面 觉悟 问题出在哪 后不再造 这个是真忏悔 所以不能存这个破坏自己 破坏别人 存这样的心 那决定堕阿比地狱 这是个念佛道场 尽忠道场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老婆上这个色问 就是问我们的初心 哪怕你来了 他没有依教奉行 那没有依教奉行 他也是老师 他提醒我们不能犯这些错 那道不同 不相为某就好了 不要批评 反而是 他让我长一致 有说过 不要经历了一个因缘 让自己没信心了 很多烦恼 这个对我们不利 应该 事事是好事 经一次长一次就对了 你是到这儿来成佛的 还是到这儿来准备 多地狱的 先要搞清楚 要冷静 不能意气用事 今天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多地狱的 等会儿 以后 多地狱的 猫